朋友们好 二月底台积电日本熊本厂正式开工 台湾游客蜂拥而至 在当地百货公司的销售额 已经超过此前长期占据榜首的大陆游客 百货公司也是反应神速 一开始张贴繁体制标志及告示 洗手间更是首当其冲 而在台湾对日本的热情似乎也瞬间被点燃了 航空公司紧跟潮流 增加了飞往日本的航班 熊本熊和台积电在台湾已经广为人知 这表面看可能只是一个平淡无奇的现象 但透过现象看本质 我们却可以看到一个宏大的剧本 决定世界未来命运的中美芯片大战 引发的激烈博弈和产业走向 以及未来可能的半导体发展格局 毫无疑问 芯片是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石 就像铁器和粮食是农业社会的基石 机器和石油是工业社会的基石 信息社会将依托芯片和电池为基石来构建 谁在芯片上最强势 谁就饿住了整个世界的喉咙 那么有人饿住世界喉咙了吗 是的 台积电 芯片领域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的产业 石油产业 欧佩克怀着垄断全球的梦想 试图控制这个世界的能源命脉 但随着美国水利压力技术的突破 欧佩克的野心已经难科一梦 曾经霸气侧漏的名字 现在似乎也只能在新闻的角落里找到了 而美国则一边高喊减排 一边把石油和天然气产量都推到了世界第一 赚得盆满钵满 但这个产业没有任何人能够饿住世界的咽喉 曾经有人想饿住欧洲的咽喉 不幸被人给一耳光给删了回去 手机领域虽然苹果赚走了绝大部分利润 但其他巨头也活得有汁有味 没有听谁说 要缺了苹果手机 世界就不赚了 最多就是其他手机 股票市值远低于苹果而已 操作系统 没有了微软 世界看起来确实运转不了 但你仔细想想 事情真的会这样吗 恐怕未必 系统仍会运转 只是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多 但人们有大把时间 来发展另一个新的操作系统 而芯片领域 如果没有了台积电 那可能就真的不堪设想了 我们先看看台积电的体量 根据报道 2023年全球智能手机 人工智能 自动驾驶和超级计算机 5纳米以上的最先进芯片 90%以上是台积电生产的 所有代工芯片的57.9% 也是台积电生产的 第二名的三星只有12.4% 而台积电也凭借这一无与伦比的优势 营业收入693亿美元 一举超过英特尔三星 成为全球最大的芯片公司 市值则仅次于英伟达位居第二 同时台积电也是目前 整个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 但这些只是表面上 你能看到了台积电的实力 如果按石油手机操作系统的经验 芯片领域也应该是 缺了谁都没关系 资本会很快找到他该去的地方去 但如果真的缺了台积电 我敢说后果绝对很严重 因为台积电真正的实力 是看不到的软实力 包括技术积累创新能力 供应链管理 以及与全球科技巨头的深度合作关系 这些软实力构成了台积电 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 是它能够稳坐全球芯片 制造霸主位置的关键 台积电如果没有了 那就真的没有了 很可能再也没有能够替代的 如果我问你 硅谷在哪里 你一定会说是在加州 但我告诉你 东亚才是全球事实上的硅谷 你看看 全球57.9%加12.4% 也就是70.3%的芯片 是台积电和三星代工生产的 而中国大陆2022年 生产了全球15%的芯片 不过集中的8%是外资企业生产的 也就是说7%是自己生产的 日本也有约15% 再加上三星自己的芯片 这又是全球芯片的80%到90% 甚至可能更多都是在东亚生产的 而最先进的芯片更是几乎全部是在东亚生产 而所以这一切的大部分高端的近乎全部都是台积电生产的 所以没有台积电你能想象后果吗 像是如日中天的人工智能 可能马上就会熄火 因为用于训练大模型的所有芯片 都是台积电生产的 为什么台积电能占据如此大的份额 我曾做过视频介绍 这里就不多说了 归根结底就两点 一是它专一做代工 不宜上下游针短长 大家都放心它 因而在上下游的中间卡住了脖子 就像苏伊士巴达马运河一样 谁都得走那儿过 但这一点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第二点 台积电积累了最丰富的代工技术 铁器机器虽然重要 但操作它们的人更重要 同样在芯片领域 光刻机虽然重要 但在方寸之地 要集成亿万个元器件 从材料成机光刻死刻 到离子注入化学机械抛光等 数十道工序 每一道都得在微观世界精确对齐 力道也不能差之分毫 任何微小偏差 都可能导致整个晶圆的失败 同样的光刻机 台积电能够做到 比别人更小的制程 更高的良率 获得更高的利润 信任和依赖 台积电把技术做到极致 没有人能取代 只有它能做 你还能怎样 再加上光刻机和晶圆厂越来越贵 动辄几百亿美元的投资 现在除了台积电 三星 英特尔 已几乎没有其他公司能够跟进了 台积电卡世界的脖子 看来是越卡越紧了 但事情也坏在了这个上面 半导体上世纪50年代起源于美国 80年代日本崛起 90年代韩国台湾跟进 大陆在2000年后快速发展 彻底将硅谷搬到了东亚 这可能不是偶然 而更可能是东亚人最适合做芯片 现在台积电海外最先进的工厂 美国亚利桑那州晶圆厂 很难遭到合适的工人就是民政 美国和欧洲本来没有在意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开始把脏活内活交给亚洲后 自己就开始专心发展高科技 但高科技哪用得了那么多人 所以很多人就干脆躺平了 所以在高福利上海吃海喝 芯片这样的精细活也干不了了 中国则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 趁机把稀土和电池等产业都发展起来 今天已到了近乎垄断的地步 并且芯片领域也隐隐开始复刻这一路径 但现在世界风云突变 美国欧洲终于醒悟过来 意识到芯片和电池的至关重要 所以在这两方面 仍着要自己生产 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案来刺激 美国研发电池的公司多如牛毛 什么路子都在走 现在看起来似乎已经有一定的效果了 可能很快就会推出革命性的电池技术 而欧洲在这方面 似乎还没有怎么注意到 后不知也不觉啊 也可能是躺得太平了吧 但美国和欧洲没有芯片加工技术 准确的说是没有高端芯片的 低成本大规模加工技术 三星和英特尔成本高 规模也不够 怎么办呢 只有台积电有这个技术 所以就威逼利诱 要台积电到美国欧洲和日本建厂 分散供应链风险 美国的晶圆厂是最先进的 可能会生产目前最先进的3纳米芯片 欧洲的还不明确 但美国晶圆厂建了三年都还没有进工 而日本雄本的工厂加班加点 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建成 这也体现了东亚速度 工厂将24小时三班岛 生产12到28纳米的芯片 这在美国似乎也是不可能的 那就意味着成本的巨大飙升 而日本则比较灵活 允许一周七天全天后生产 当地人甚至自豪地称 台积电雄本工厂为不业城 并认为这是日本半导体复苏的希望 所以台积电在美国和欧洲的晶圆厂 及时建起来 面临了生产效率和成本挑战 可能仍将与东亚地区有着显著的差距 能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那么未来的半导体格局 可能始终还是走不出东亚 这在很大程度上 是受到了东亚特有文化背景的影响 即使是电池领域 恐怕也会是这样 你很难想象 这种超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会在美国和欧洲发展壮大 既然躺平那么舒服 谁还愿意起来呢